后疫情时代的新思考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校长贺承宏 一百天的疫情 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冲击了每一个人 不但使人恐慌 也试炼着人性 现在我们逐渐能够走出恐惧和阴霾 要改念许许多多人的勇敢和仁慈 勇敢使自己平静 仁慈 让我们帮助他人 这场危难也教会我们 生命之中最值得的事情 其实并不多 世界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变化 简单 节约 健康的生活方式 能够让我们取舍轻重 心中笃定 在每一个时刻 珍惜现在 迎接未来